現在要為各位介紹的這一顆星是天行星 麻煩各位將調採訪 還到天行星這個地方 天行星 它的五行陰陽屬性屬陽火 化孤克 主行雕 長兵型 再數為陰陽 這個是虎復留下來的一個天行星 星星的一個屬性 聽起來好像這一顆星不太好 我們在學斗術的時候最常換的一個點就是 這一顆星一開始看到它的字就是把它定好些或者是壞些 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那不管它是好壞 我們要知道它好會用在哪邊 壞會用在哪邊 我們就是來瞭解這一顆星的一個星星 化孤克 主行妖 長兵型 天行星是一顆孤克星 是一個孤克星 那我們要去了解這顆天行星的時候 一定要知道說 如果它在古代是一個有關子 或者是一個人有典故的時候 那我們要去了解它 了解它在扮演那個植物是怎麼去扮演 然後會運用到我們指揮斗術實際上的頓面 就會產生一些所謂延伸作用 這個邏輯性是相同的 那我們還是一樣來看一下它主掌兵型的星 它是怎麼排出來的 這一顆星是月令星 它是從生年的月份排出來的 月令星 生月排出來的 那它是從有公起正月 一月 一月的話 天行會落在有公 順時鐘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它從有公起正月 依序到十二月 幾月生的人 天行就落在那一個公位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為什麼要從一月來起正月 這個跟天行的典故有沒有什麼關係 各位 有公在我們地盤公位裡面的五行出手 這個很重要的 所以說地盤公位一開始的課程 那些基礎課程裡面都要熟 有公屬金 五行屬金 有在東西南北 這邊是東 東 南 西 東 南 西 北 這邊是春 夏 秋 東 這個五行 那個我們地盤公位的那個運用 我們各位要掌握一下 好 這邊春 夏 秋 東 它是屬秋 它有公的五行是屬金 所以它從這邊起正月的意思 跟它所謂化孤客主行要掌兵型就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古代在儲絕煥能的時候都會在秋天秋絕 所以這一個天行既然是主掌兵型的時候 它在有公起正月就是有代表這樣的一個意思 所以經過這樣排盤的一個在說明 各位就會對這顆星就再加深印象 加深印象的時候 以後我們在實際併盤的論述的時候 你對這顆星就會更加一點熟悉 好 從有公起正月有秋絕之意代表秋絕的意思 123456789101112 12個公位 剛好我們地盤公位12月份剛好 那你看幾月生 那天行就會落在那個公位 這顆星呢 化孤客主行要掌兵型的一個 跟它的排環 就是這樣的一個典故 那各位加深印象 那我們來看一下天行星 它是主掌兵型的人 它古代我們行軍打仗 都會 軍中的制度 我現在談一下 加深各位的印象 天行星在古代的軍中是一個主掌兵型的人 主掌兵型最主要的工作就是什麼 執行一個阿兵哥所患的錯誤 嚴重的要犯死刑 所以要修絕 但是不是每一個士兵所患的錯都是要修絕的 就像我們現在的看守所監獄一樣 或者是軍中 軍監一樣 他在執掌這個兵型 執掌這個兵型的時候 有死刑要修絕 那也有可能有大小的刑法 可能幾十大棍 幾十大棍 幾大棍之類的 各種刑法都有 但是我們現在重點是要了解他的用法 所以這個人他是主掌這樣業務的人 在執行這樣業務的人 所以人就會有顧客行邀的感覺 就會有顧客行邀的感覺 沒有那個人笑嘻嘻地在幫人家休絕 不可能 所以那種人一定都怎麼樣 會有一種顧客感 跟行邀的那種感受 主掌兵寫 他今天在處罰士兵的過程裡面 他會有很多的經驗值 打了幾大半可能敷什麼藥 會比較快 打了幾大半可能另外去敷什麼藥 會比較快 所以再處罰醫藥 這個工作做久了以後 自然會很清楚的 整個醫藥的使用 會對他的復原情況有幫助 所以他整顆星的一個演繹 就是這樣一個出來的方向 那我們把這顆星演繹出來的時候 他的主要星星把他抓住的時候 我們再進入到指揮斗樹的實際法去運用 這樣你就會很靈活地掌握到他的一個特性 天行星是一個顧客行邀長兵邪 再出主義邀的星 那如果他在談冷的時候 進入到冷的公位 六星公位在談冷的時候 第一個 天行星因為他是一個顧客星 所以他冷如果談我一個人的外相 天行星的人的外相是一種顧客感 你們看過一種人 民都翁翁翁 沒穿了 大家看起來好像很嚴肅 加派 不容易心情 有時候他心裡面很善良 但是他長那個臉也不是他故意的 就是天行星落在我的面宮就有那個 那我有那個長相 看起來這個 蠻顧客的 不好相處 一種顧客人 除非他怎麼樣 他旁邊有陶蛙星 或者是畫路畫科 這樣當然他的顧客感可以減掉 如果沒有的時候 沒有陶蛙星 你就知道這時候陶蛙星很重要 陶蛙星來救出的時候 就不會翁翁很顧客的樣子 這個就是心與心的一個 心與心碰在一起的一個用 但是你如果改天你的親戚朋友裡面 你看到這個人 蠻顧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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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好像很害怕 你這個人他的面宮做到天行星的機會就很高 所以你看的人很多 你看的人很多的時候 有時候一個人你看到這個人講幾話 或者外相一個人這個人大概是什麼心作用 這個叫做你對心的那種感受度 好 天行星既然是有這樣的一個特質 就是會展現離外的消費的現場 那天行星本身就是在於內心深處的時候 就是很清楚 就是做什麼事情 就是什麼 會執著 會常常做 那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他照規定來 因為我是一個執行兵型的人 上頭碰多久 上頭碰什麼行 我才會做什麼行 所以我在這種心性裡面會有一套的所謂規定法 會有這樣的一個 如果換另外一個講法 有時候也是比較有主見 阿剛因為他是阻擋兵型的人 他也會有一定的所謂叫做業力 厭辣辣 如果在應不好的相的時候 就是說這個人 人比較帶領 他帶領的時候做了會比較多 會有這樣的一個情況出來 這個是在談等 談他的外相 談他的想法 天行星如果我們在談事業 在談賺錢 在談事業的時候 天行星你看 他是古代的 他的事業是什麼 他會是在軍中長兵型 這就是他的事業 那我們怎麼去演繹他 畢竟他是一顆復星 他跟祖星產生了 就好像我們剛才在講人的時候 他那種人 鼓勃鼓勃 那種人的臉 黑龍 碰到桃花星他就會幽默 所以你們要有這種所謂的這種觀念 你們學斗數才會快 那天行星在談事業方向 就拉出這個方向了 所謂的軍警武指就是一個方向 他要看他配舉 看什麼組形在 他有多出軍警武指的一個方向 那他有所謂的這種長兵型的這種象義 我們把它延伸到所謂 我們把它延伸到所謂文或武 因為現在的環境跟古代不一樣 現在的環境多元 軍警武指又只有是一種小的路上 我們要去廣幻地看它 如果延伸到民間武指的時候 可能類似保全或者是一些業務 都比較算武指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貼行星如果在談賺錢 在談事業的時候 很適合文懲 在文懲當然一定會跟法律有關 跟醫藥有關 他看到配去配到的什麼心 他可能在文懲的時候做法官 做檢察官 做律師 或者是做醫生 做藥師 藥劑師 他跟這方面就會有關 但是會加強這方面的力道 不是一定會種植這方面 因為他還不是主性 主性可能控制力會比較強一點 所以他會在整個事業上就有這樣的方向 那如果環武指的時候 主剛才已經有談過了 可能軍警武指很適合 那看他配曲高的時候 敢不敢做到總事業都有可能 所以這個時候 環武指出入跟談文的 這個就是一個星星的一個用法 那天行星 如果在田宅宮 田宅宮基本上 他不會主張什麼相義 最慘的只有一種 以我這種徵業史過來的時候 我曾經有服務過一個客人 一兩個客人有這種相義 就是天行星在談房子 田宅在談房子 如果碰到了所謂幸運的時候 碰到了這方面的動到這方面不好的氣 也就是說比如石化劑、榴槤劑、大運劑進去的時候 這個時候代表他搬家的相義跑出來 這種不好的氣氫運反過來 那會變成說我從民間的房子搬到政府的房子 搬去哪裡? 搬去 我從家裡面搬到先進去 那個是辦房子 對我這間房子辦你來拿進去 這個是比較不好的相義 這個但是要配曲 不要以後看到人家說天行星在先在光 你這個醫院的房子會對你家搬到人 你用錢 所以這個時候一定要配合曲去看 就是說在天宅在說天宅之中的時候 叫做行 這個時候如果天行星最怕的是剛才我們介紹過的 我們之前介紹過的官徒行 有官徽然後有行者 這個時候碰到一起的時候 如果行運法碰到這些事情代表說官徽 你的官徽可能會帶有什麼?帶有刑期 所以這個時候很多 我們現在跟目前在監獄裡面呼吸的人 很多都是行運的時候 就是有碰到官徽天行這樣的一種 這個是在整個行運法裡面都會碰到一些現象 或者是說他在本命 本命裡面就帶這樣的事長 那行運裡面去用 行運裡面碰到那個環境就對了 這樣就叫做陰陽合 陰陽合的時候雞雄就會陷了 雞雄就會陷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天行如果進入到福德宮在談什麼? 談心性享受的時候 天行星這一顆星比較不重享受了 因為它是一個業力星 那業力星有時候天行星在福德的時候 在談什麼事情的時候總會去解釋它 總會去解釋它 或者是說他搞不好 這人很奇怪 技術局有買一些冰書 買一些醫藥的書來換 會產生什麼?對醫藥方面這些 或者是看三國演藝這些方面會特別理 這是他興趣享受在這裡 這個就是新的一個用法 天行星 業力星 碰到進入在談什麼事情的時候 總會去解釋它 總會去解釋它 重點 你要把 我再講一遍 在解釋星的時候 你要把定點搭清楚 它是在談事業 還是在談個性 還是在談親人的對待 天行星如果在談六星的對待 你與親人的對待 與朋友的對待 天行星展現出來的對待會比較不好 會比較無疲相 那如果說天行星如果在夫妻的對待的時候 因為夫妻是相處比較頻繁 天行星如果在面或在夫妻公 產生了夫妻對待的時候 最好的方法就是兩個人培養共同的興趣 這個可以化解掉天行人的故障 化解掉天行人的故障 如果沒有桃花星來救助 或掛路巴克人救助的時候 就是說在現實的生活裡面 夫妻兩個去培養共同的興趣 這樣會化解掉那種所謂夜裡跟呼客 好 以上為各位介紹這顆天行星 就是這顆天行星 大家現在都能選擇